以哈冲突 是不是已经变成是一种舆论战 舆论战什么意思呢 因为当然我们看到 现在的媒体都是高度的关注 你每天都看到有很多不一样的报道 那当然有些各自有他们的一些立场 跟解读分析的方式 但是这个真的好厉害 在YouTube上面其中这一支影片 已经快要破2000万的点阅量了 那最主要是在10月17号的这一天 当时是画面当中 你看到左边的这位英国名嘴 英国名嘴摩根 他主持的这个节目 他邀请到了来宾是谁 是一位埃及名嘴尤赛夫 跟这尤赛夫就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了 结果摩根当场哑口无言 结果这个点阅量破表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为什么这么多人要点阅看这支影片 最主要其实举例来讲 摩根当时他们两个成枪舌战 就说以色列要消灭哈马斯的时候 是很难不造成大规模的巨大的破坏的 结果这位埃及名嘴尤赛夫 他说那你是说以色列空袭加萨 是为了向巴勒斯坦社区施压好 让他们反对哈马斯对吗 这正是恐怖组织的思路 还有你刚刚讲以色列跟ISIS放在一起 这将成为明天的头条新闻 因为摩根他就认为以色列跟ISIS 是可以做连结的 另外之前美国佛罗里达州长 他说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会在轰炸平民前 向平民先发警告的国家 结果尤赛夫他就说 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那如果俄罗斯军队在轰炸乌克兰人的房子之前 先警告他们 那我们也不用去骂普丁了吧 所以这种种的这些回应这么的呛辣 当场都让这位英国的名嘴摩根很难接招 赖老师 埃及这位医生这位名嘴 他是用外国语言的 用英文的 用英文对 来对于一个英国的名嘴主持人 用自己的母语来辩论 而英国的这位名嘴主持人 被打得一塌糊涂 当然在网路上一定会爆红嘛 谁不想看啊 那这位英国的名嘴脸丢尽了 所以他邀请再第二次辩论 是是是 那这一次他一定是会有备而来 不过我们还是强烈建议啦 第二次辩论的时候啊 英国这位名嘴应该改用埃及文 用埃及语跟这个埃及的这位名嘴来辩论 因为这样才以示公平嘛 就是你一次用我的母语 那我一次就用你的母语 这个才公平 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您刚举的 这个两个例子真的很经典 为什么呢也就是说恐怖分子 他杀平民百姓的目的在哪里 就是要对于他们的政府军 尤其是政府统治者 然后施加压力嘛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觉得这样子是恐怖分子 是违法的 那你怎么可以支持以色列 他炸这个无辜的百姓 然后呢说是要给哈马斯施加压力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形 两个人的做法都是恐怖主义啊 如果你说这叫ISIS是恐怖主义 那以色列的军队的做法也是恐怖主义 我觉得这个比喻实在是恰到好处 真的会让全世界都感觉到说 果然我们反对以色列屠杀 这个巴勒斯坦在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 我们的反对是站在正确的这边 是站在正义的这边 原来你英国跟美国 你们的思路都是站在恐怖主义的这边 你们好可怕 原来你们都是国家恐怖主义 太可怕了 你们都是ISIS的同路人 这个实在是让我们感觉太可怕 是事实上在法国的亲友都已经看到 随便一点月都可以看到 是以色列现在他们也是在加强这个舆论战 希望让大家把哈马斯跟ISIS连接在一起 所以甚至标题就是下哈马斯等于ISIS 随便一点都可以看得到 以色列也是这样 试图要说服什么 试图要说服更多的人 站在以色列这一边 而把哈马斯就直接当作是恐怖分子 恐怖组织了 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舆论战 哇好重要是不是 所以亮哥那现在呢 这个不知道第二次辩论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想可能那个点月也是会 蛮惊人的吧 而在此同时你就看到了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现在就说美国不支持停火 这样会让哈马斯休息整顿 继续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行动 所以现在美国怎么样 还是要继续的力挺以色列吗 目前是 事实上 事实上以色列认为哈马斯恐怖主义 这个主张本来就有六个国家同意 美国加拿大欧盟 还有日本嘛 还有以色列自己嘛 所以他们这样主张本来就是他们的主张 其他国家都没有接受 日本也有吗 日本也有 其他国家事实上大部分都认为 就是抵抗团体 阿拉伯国家是先这样认定 可是日本这次非常低调 因为他怕得罪阿拉伯 那是基于人员的考虑 那政治表态他是跟着美国走 所以我刚刚讲六个地方 事实上里面Anglo-Saxon 就三个国家 就美国加拿大跟英国 那为什么澳大利亚跟纽西兰不跟进 对不对 那另外就欧盟嘛 日本跟以色列 就只有这六个国家 所以以色列要推动这个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嘛 做梦嘛 别的国家为什么 早就已经 哈马斯存在已经多少年啊 又不是只有这一次 而且你不在他那个突袭的时候去宣传 现在是轮到你在打别人 而且现在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7000了 而且里面的儿童 死亡的里面有2200个人是儿童 是没错 你这样还要去说服别人 我看你自己都快要试了啦 所以这是没有用的啦 因为他顶多就是在 就是我们讲说那个犹太人主导的媒体 可以来搞这一种啦 比如说YT YT到处 因为YT已经被谷歌并购了嘛 谷歌老板就犹太人啊 所以YT到处都是以色列的广告 你如果在海外的话 对 那另外就那个FB啊 FB那个 Eye on Palestine 600万粉丝被下架 是啊 就是你说你支持巴勒斯坦的话 都会被封锁 是啊 是啊就是这样嘛 可是这个世界的媒体 又不是只有你 就是犹太人来当老板 那个马斯克就不是犹太人啊 对 所以现在你看那个推特 上面一大堆都是阿拉伯人贴的东西啊 那抖音更不是啊 所以我是觉得 还有比如说半导媒体一大堆啦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那个讯息的流通啊 事实上现在已经使得美国在节节败退中啦 你看那个学生已经开始无限期罢课啦 以前怎么可能这样 然后你看到 这么多美国的精英大学 学生都站出来支持巴勒斯坦 对对 这以前怎么可能啊 对啊 就是不怕华尔街了 华尔街的威胁无效 不啦华尔街的威胁也只针对 法律系跟金融系有效啦 大部分的学生又不是这两个系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就是一个现实的状态 我认为拜登也感受到了 是 我认为美国会逐渐把纳坦雅胡跟以色列做区别啦 因为以色列事实上有两种立场 事实上支持两国方案的 就是以色列的犹太左派嘛 这一派的力量也相当大 而且纽约我认为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主张这样 所以我认为这个现在因为 你听到的都是以色列的官方发言人啊 因为他们他就是纳坦雅胡认命了嘛 可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声音 是以色列自己内部 我跟你讲今天啊 那个Jerusalem Post 他做了一个民调 就说你认不认为以色列应该 地面部队要进去加萨 那支持的只有29% 那反对的是49% 是 反对的 快一半了 是啊 那反对的就是反对你纳坦雅胡的嘛 所以我认为美国会逐渐 他要回到国际能接受的立场嘛 怎么样 像那种Miller啊 那种人根本就不重要嘛 他就是代表国务院发言人啊 他是代表现在的美国的 现在的立场是这样 他就只能这样说啊 那那个随时都会调整的 就是拜登跟布林肯会干那个国际舆论 还有比如说跟中国看谈到跟王毅嘛 看谈到怎么样 我认为这个立场撑不过一个月了 撑不过一个月了 好 所以美国是不是随时都有可能调整 那其实介大使如果从军事方面来看的话 当然刚刚我们听到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讲话 可是我回来要说现在目前呢 五角大厦你看他出动是两架F16战机 去空袭叙利亚东部两个由伊朗所控制的地点 去报复美国驻叙利亚跟伊拉克基地 遭受到一连串的无人机跟飞弹攻击 其实现在呢 美国当然一方面他已经是出兵也做了部署了 但是现在他要先力保他自己本身 在不论是伊拉克还是在叙利亚的美军基地的安全 所以看到他是加强在部署 甚至呢还已经是什么 不仅仅是在防御 而且他甚至是也开火要攻击 那么包括像这个两架F16战机的空袭行动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那我们就问那美国 美国现在是怎么样 一方面要牵制伊朗 一方面是不是也越来越感觉到 他们自身也已经遭到威胁跟考验 美国现在所以希望这个群势能够控制得住 很重要的一点也是 他自己本身在这个区域里面美军的安慰了 因为现在在叙利亚美国还有九百元军事人员九百名 然后在伊拉克有两千五百名 那前两天报道就美国又 增派了九百名进到这个区域来 所以如果说增派是数十的话 现在大概有四千多人 这是一个蛮重的 蛮庞大的一个军力在这个区域里面 而事实上过去就是说 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那事实上美军在叙利亚 包括还有伊拉克基地都受到攻击 那当然是零星的周边的 游击组织的这种攻击 可是对美国来讲的话 这是他最大的一个软乐 他不能够让美军在这场冲突里面 第一个直接涉入战争 第二个造成重大伤亡 这个对拜登在国内的选举非常不利 所以他现在基本上不断的威责 不断的怎么样 不断的增强军力 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 大概三四天前 伊朗外长出来讲说 美国跟他们说 第一个他不希望以色列会军 进入到加萨 第二个他们也不希望战事扩充 所以他这两个讯息直接跟伊朗 基本上就已经在跟伊朗 做外交的谈判 那所以他希望后助伊朗 一方面用军事手段 一方面用什么 用外交的手段 那已经把他在这个地方的 他所希望达成的这种 不管军事目的也好 外交目的也好 已经都已经讲清楚了 基本上把这件事情 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里面 不要外溢不要升高 那现在他这些军事行动呢 不是为了升高 也不是为了外溢 他是希望这个战争不要外溢 不要升高 那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说 有一个很大的变数 就是以色列怎么样继续他下一阶段的 加萨走那种战事 现在以色列已经说穿了啦 我们现在看这个局势 就是以色列已经道德跟威信 已经大概已经 大概已经九成十成了 大概已经九成以上丢掉了 那这种孤注一直的 现在这个世界来讲的话 随着所谓的网路媒体的盛行 所以过去西方 美国为首西方这种 这种媒体传播的这种封锁 现在是封锁不住的 所以我们最近看网路上看到一个 一个这个 一个视频就非常清楚 在联合国大会的讨论里面 以色列的代表上去发言以后 下面没有对他任何的反应 他就自己下台 可是巴勒斯坦的代表 上去发言以后下面 讲完以后下面给他一片掌声 这个就是全世界的这种 一种道德跟良知的一种抉择 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以色列在这样打下去 他不但他自己的这个 在国际上会得不到国际良知 跟国际道德的一个接受 美国也被拖进去 美国也被拖进去 所以现在美国我觉得的话 基本上是希望这个事情 不外溢不升高 然后呢进入谈判阶段 可是呢就拜登来讲 他也不能够坐站在第一线 所以你就慢慢看他现在 在操作这件事情 是是是好来 谢谢这个孤英 因为你送出我们的头条开奖的会员资格 而且呢送出了好几个了 所以要非常的感谢您 谢谢大家也请大家不要忘记 一边看头条开奖 一边记得要帮我们按个赞 那这个刚刚看到亮哥也非常的把握时间 因为大概很饿了 这个一包这个绝带爽焦呢不够 所以呢这个赖老师赶快在地上一包 希望要吃饱才行 才有力气说话 他有吃一个苹果 还有吃苹果 真的是太会利用时间了 不过回来呢 我请教一下这个赖老师 因为刚刚我们在谈到美国的动作 但是现在说实在的 我们看到不仅是要关注的是以色列跟哈马斯这两边 以色列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父辈受敌的感觉了 因为我们观察到的包括是埃及跟土耳其 现在也都有动作 那感觉有点像是那个动物 就寒毛整个竖起来 完全处于一个戒备的状态 而且是在加强戒备 总觉得好像马上就要动手似的 到底是做什么了呢 我们看到呢 这个埃及北部跟加萨南部接壤的哨所 因为之前被以色列误及导致许多的士兵 埃及的士兵受了伤 那么在10月25号呢 埃及总统就在西奈半岛展开了 像这样的大阅兵 警告以色列不可以轻举妄动 而且我们看到 哇这个战车是一字排开 那么里面呢 有榴弹炮啦火箭炮等 通通都是要秀给你看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土耳其 土耳其总统二段不仅是对以色列发布了强硬的谈话之外 还要土耳其60万大军3000辆坦克要进入最高战备 那说到坦克 土耳其的是豹二的坦克 然后呢刚才我们所说到的 这个埃及这边的 它是M1 A1战车 这个现在都是要拿来什么 拿来对付你以色列的 哇这个 这个M1 A1还有这个 土耳其的 这个都是什么 都是美制的 美制的装备 美制的装备 所以现在是怎么样呢 以色列会不会看一看说 所以现在美国是挺我以色列 但是呢 现在周边的国家 现在要准备对付我的 也是用美国的武器 李老师 中东本来就是一个火药库 那现在巴勒斯坦人的命运 这么的悲惨 画面一直放出来 其实绝大部分的穆斯林的国家 都已经快要到紧绷了 是的 快受不了了 我们也看到非穆斯林的国家 尤其是基督教的国家里面 有良知的他们很多人 也已经纷纷的都站出来了 不管说刚刚讲的 在美国的大学 已经有一些学生 开始罢课了 不上课了 因为就表达美国 你不可以一直供应武器 钱给以色列 进行继续 进行杀戮这样的情形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 是因为第一次以色列 他承认他误极 他就认错道歉 是 可是又打了第二次 第二次也是误极吗 第二次现在到底是以色列打的 还是哈马斯打的 这点 但是哈马斯打的可能性 是很低的 所以以色列打的可能性是高的 而这次是打到一个小镇 上次是打到一个哨所 这次打到一个小镇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形 像我们已经看到了 对埃及来说的话 他已经开始要进驻戒备了 因为如果说这个战事 一旦假设美国 跟伊朗产生冲突打进去的话 整个战火烧开 那你埃及要怎么做选择 刚刚讲的土耳其要怎么做选择 还有这个其他的比较温和的穆斯林的这些逊尼派 沙特阿拉伯等他们要怎么做选择 可是我们已经知道 就是伊朗已经开始进行军事演习 宣布了两天 昨天今天开始 那这个军事演习一般来讲 就是在开战前做准备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也就是说中东地区 其实已经开始都把战备往上提升了 部队也开始集结了 那集结的目的就是预防 或者是嚇阻 或者是说一旦产生冲突 他们可以有资源有筹码就立刻做决断 我觉得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 对美国人来说的话 他的压力一直在升高 而且美国也很担心 会不会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用这个机会 把叙利亚北部的美国的军事基地把它赶走 也就是说因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也开始承受更多的炮击 而过去这个炮击不会死人的 因为都是打在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上 可是这一次已经造成了美国士兵很多人的受伤 这样的一个情形等于是已经都在升级了 那有没有可能土耳其也利用这个机会 往南打把库德族 把它做更大的见面或是削弱 这样的情形也就是利用这个冲突 他说我的部队要往南增远 也就借这个机会去攻打库德族 所以有很多国家可能都会利用这个机会 去把它过去的树敌 或是它内部的敌人做一次清除 那这个整个混战就发生 你美国怎么去处理 美国没有能力处理 刚刚谈到了很多的这个地方都很不安宁 像是刚才我就在广告前 我就说到了还有印巴之间 你看现在印度媒体都报导说 他们这个部队在印巴边境发现无人机 随即传出向巴基斯坦旁边 这个蛇浦省边境哨站开火 而巴基斯坦军方声称 有无人机企图入侵 巴基斯坦还当场被击落 而印媒甚至还要强调 特别强调说这个无人机啊 是中国制的大疆 标准版空拍机 这是干嘛呢 在这个时候就是要惹事了吗 所以是不是也因此 我们看到的是到10月26号 纽约黄金现货 今年来累计上涨8.8% 它的表现甚至超越了 美股标普的7.8% 哇所以呢 这个金价是不是要持续看涨 如果说现在仍旧是呈现 这个世界的这个局势依旧动乱呢 请教亮哥 是啊 世界动乱黄金保值嘛 比如说日币又扁破了150 150耶 对啊 我觉得印度跟巴基斯坦 那个就是小打小闹啦 那没什么啦 那不要理他啦 那根本对世界毫无影响 他们搞不好一天到晚 在丢石头你也不知道啊 就是不值得 不是什么新闻啦 说实在啦 比起那个各国现在在密切见面 比如说今天哈马斯的代表 竟然可以飞到莫斯庚 这简直匪夷所思啊 这表示美国跟以色列的情报 出现严重问题嘛 不然怎么可能飞得到呢 对不对 为什么飞不到呢 会被打下来啊 蛤 蛤 他怎么出去 不知道啊 对嘛 就是 不知道 有可能从埃及那边出去嘛 埃及的地道 对啊 反正就是 埃及地道 反正就是有方法出去 然后以色列跟美国不知道嘛 对啊 那以色列还一直要说 而且现场还有伊朗代表 对 莫斯科现场还有伊朗代表 是 你不觉得这个是很怪的事吗 所以以色列要真的地面战 要再怎么样轰的话 会不会都都 或者哈马斯都从地道都跑了嘛 所以有可能 我们不知道啦 因为以色列也有方法啦 可是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奏效啦 是 因为 那个他已经装甲车跟推土机已经进去了 那现在只是说 步兵还没进去啦 我想他的打法当然就是把建物尽量摧毁 是 那步兵进去避免巷战 会很难缠嘛 他的想法应该是这样 是 可是地道他要如何处理 的确 不知道 因为比较简便的方法是把 把出入口给封了嘛 用水泥把它封掉 是 这是最简便的啦 可是人质怎么办 五百多 我知道啊 不是 秘密麻木的那个 我听说出入口也有两百多个 也有两百多个 出入口 反正我是觉得 我基本上是认为他只要进去 就陷进去了 是啊 走不了 是是是 所以美国 极力不要让他步兵进去 那如果现在目前这样的话 介大使 那我们刚刚谈到说 到处都有一点 不安宁的那个气氛 持续都在升高了 那南海其实这边 这算小打小闹嘛 因为刚刚这个亮哥在讲小打小闹 我就想 你看最近啊 这个中国大陆发视频 美军这边也会发视频 就是一直在发视频 那互相发视频 就是一直在较量 海上的较量 空中的较量 一个接着一个 那么现在是美国的五角大厦 在礼拜四公布了一段 38秒的录影画面 是狙击手夹舱视角所拍的 说中国大陆殲-11战机 礼拜二晚上在南海上空 是危险拦截美国空军B-52H轰炸机 然后美军印太司令部还要强调说 中方飞行员以既不安全又不专业的方式飞行 以不受控的超高速逼近 在B-52下方前方和距离不到10英尺处的地方 来飞行 所以我们之前不是才看到 美军约翰逊号驱逐舰 去中国海军桂林舰 然后在那边互相较量 大陆的国防部发言人都讲 你美军如果不来我能拦你吗 结果现在你看到空中的这一段 五角大厦所公布的这个视频 又说明了什么呢 到底是谁不专业呢 这个第一个我还要看发生在什么地点 一看又在中国南海 那么你知道中国大陆在南海有很多领空 虽然它没有把整个的这个十段线 九段线上空都作为领空 可是中国大陆有很多岛屿 像永新岛像这个西沙像这个南沙 它上面都有领空的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地点在什么地方 对那为什么会被拦截 这个是一个前提要了解的 那就是说这种拦截 其实应该是发生的蛮多的 应该是发生的 不过美国这一次 它所这个整个的这个公布的这个资料 它没有像过去一样是从 它是这个飞机本身 它来拍的 它不是从远处远方看出来 到底是到底有接近多少 所以这个就很难来判定 很难判定 所以我觉得这个美方可能是有背 可是问题这个这个整个资料 你看起来这个证据 你很难说明美方的指控 是有实证实际证据的 对那还有过去美方透露的一些 这种资讯 它用不同的角度 事实上能不能证明说有那么近 这个距离是不是如此之近 那就连上一次这个加拿大的国家广播电台 记者在上面拍 他说给予我们只有五公尺 看起来是不是五公尺 那个角度有问题 那这一次这个整个公布的这个整个拦截 我觉得这个就是美方的一面之词 不过这个还是一个大问题 为什么美方的这些军事的这些 飞行器老是出现在中国的这个领空附近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不过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常常在发生 并不是一件大事情 因为正好现在王毅正在华府 我看他跟这个布林肯出来的那个照相 好像并不是气氛有多严重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现在我觉得世界上整个气氛很乱 那我只能说都跟美国都有关 从俄罗斯 乌克兰跟俄罗斯 在美国有关 那你今天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产 也是美国有关 然后呢在南海又是美国有关 那菲律宾又是美国有关 菲律宾上一次这个菲律宾的这个船只碰瓷 只有一个国家立刻表示支持菲律宾 美国啊 美国啊 其他国家都没有都没有发生 所以到哪里都有美国 所以我觉得 如果再发生两个世界大的冲突的话 如果再证明我敢说90%又是又有美国 所以今天的问题 国际我们这个地球 我们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 就以此时此刻来讲 基本上都跟美国有关 这个结论应该不会太冤枉美国吧 美国国务院其实也有讲到 这个王毅跟布林肯 那么当然在这次呢 要会面之前 就已经强调说 这个当然有很多的议题要谈 其中就包括了南海的问题 美国很想要谈南海的问题是吗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 王毅跟布林肯也见面了 也谈话了 那么我们先来看到这个画面呢 大家看到这两位外长 走出来 来看一下看一下 讲完了哦 国务卿布林肯 讲完了 这么简短吗 这是王毅说的 这么简短 其实我这次适应北京国务卿的邀请 那么对美国进行无法 中美两个大国 我们有分歧 有矛盾 但同时 我们也有重要的共同力 有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 所以中美双方需要对话 我们要恢复对话 我们更要深入对话 全面对话 通过对话 来增进我们的相互了解 消除误解和误判 那么不断的寻求扩大共识 开展互利合作 推动双美关系 指跌其稳 尽快回到健康 稳定 可持续的发展规短 双美关系中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杂音 但是我们淡然出去 好这个我们听到 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那么他跟大陆外长王毅 那么同时走出来 是在会面之前 先面对记者 那么结果呢 我们注意到这个国务卿布林肯 那么他非常简短的 就做了介绍 就说 非常欢迎王毅的到访 而且呢 期待着有建设性的对话 然后就结束了 然后他就等于把时间交给了王毅外长 但是王毅呢 显然他没有想到 这个布林肯就讲这么短 才短短的这个几秒钟 8秒钟吧 然后结果呢 王毅还说 这么简短 然后就接过话来 就开始说了这么一段 在刚才大家听到 他多次谈到对话这两个字 那么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 在他说话的同时呢 布林肯 他的视线 都几乎没有离开王毅 然后呢 王毅 那么他讲完了以后呢 布林肯呢 也是带着微笑 然后就说 他说的 我都同意 然后两个人就走进去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么我先请教一下 赖老师 怎么解读 在这一次 布林肯跟王毅 他们两位外长 这一次的会面 跟他们的对话内容 我觉得这个可以看出 两位的外交艺术 那这一次是蛮高层的 我觉得表现得都非常好 布林肯为什么画这么少 他不能够再多画了 为什么 因为我想观众朋友 应该都还记得 两年多前也是在美国家里面 在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双方二对二的见面的时候 那时候中国大陆是希望 寄望于新政府能够改善中美的关系 所以才会同意到你家来谈判 那因此就到阿拉斯加去了 结果呢美国他们讲的意思就是靠实力来说话 就是靠拳头靠胳膊出来讲话 那当然杨洁篪就给他一个到今天我们都懒懒上口的名言 中国人不吃你这一套就非常有名嘛 那那个谈判就谈得非常的紧张 而且很漫长 谈得很不好 两年多了 这个美国斗中国也斗了两年多了 斗的两个国家都有点累了 那也阻碍了两个国家的进步跟发展 但是问题就是美国的进步好像更慢了 中国的进步还是比美国快 那两年多过去了以后 你看第二次 好中国还是到你家里面来谈判 为什么 因为礼尚往来 你布林肯已经来过了 那好那我现在就回访 回访的时候布林肯这次就学乖了 不敢再用胳膊拳头讲话了 就这次就很乖了 但是王毅其实讲话中还是有损美国 就是说国与国之间 不能靠胳膊靠拳头出 应该要平等相待 有判断是非的标准 不是看谁胳膊出谁的嗓门大 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再特别讲这个呢 就是让大家回忆起 两年多前的时候 你美国多嚣张 两年之后你怎么乖了呢 那这个意思也就是 在经过这两年多的较量中 谁占优势谁占劣势 已经很清楚 这个就是外交艺术了 漂亮 王毅等于是已经损你美国人了 其实这句话讲得真的很漂亮 结果布林肯最后 要不就是他没有反应过来 要不是他也无可奈何了 他就完全同意 这个王毅部长的讲话 那你想想看 那你两年多前的时候多嚣张 两年后以后 王毅说你看 两年多前多嚣张 现在怎么这么乖了 但是没有一句 像我刚刚讲的话 漂亮 来 亮哥 那你最会心理分析了 你从肢体语言 还有他们的互动 可以来分析一下 那个时候布林肯这样子 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 而王毅的谈话 说的这些话 究竟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深意呢 我觉得是因为拜登 之前就说他要见王毅 这等于让布林肯就矮了一截了 老板要见王毅 你能不把气氛弄好吗 所以要把老板的客人要照顾好 当然是这样啊 所以你看他这个手都这样子 乖乖地放在前面 而且拜登是 就真的也想见习近平 所以这个套路很清楚 而且习近平特别接见了加州州长 紐森斯 对 对不对 那美国当然要一礼相待啊 因为紐森斯再怎么样也是民主党的 而且 APEC开的地方就是旧金山啊 对的 也是加州啊 对不对 而且习近平丢了两个议题 就是习近平愿意跟加州一起努力的议题 刚好也是拜登要的啊 气候改革啊 还有芬太尼啊 所以我觉得 他当然就看到说 善意都在逐渐堆叠嘛 那事实上布林肯有做一个动作啦 他是先丢出善意的啦 他派罗森博格到台湾嘛 不是来压抑台独吗 所以我事实上我觉得 这个这场戏就是 他也没什么 他当然 他当然知道王毅讲说 这么短啊 就是在对比说 你们以前不是都讲长篇大话吗 对 是啊 这真的不太像布林肯 我自己都都吓一跳 布林肯很少话 这么少的 我这个就是有求于人啊 这个非常明显 就是谁相对处于弱势 需要对方配合啊 有求于人都不装了耶 有求于人做得很明显耶 就直接做给你看了 不是因为老板都讲了 老板都说要见他了 你还能怎样 这个布林肯 这小心翼翼啊 要好的伺候这个大陆外长王毅 那结果呢 不知道谈得怎么样 那拜登要跟王毅见面的话 那又会如何呢 大神 我想现在就是说形势比人强啊 对不对 美国现在形势不利啊 是 对所以我认为这个 王毅是强势防美啊 那美国是硬不起来 没办法硬啊 你现在左边也是战争 右边也是战争 对不对 左边你也没占到好处 右边你也怕出事 对 然后又惹出一个 也有一个不好惹的伊朗 你能怎么办 对不对 那国际舆论也不在美国这边 美国是跟着全世界的舆论 大概是全世界舆论对着干 所以宁愿跟中国大陆好好的 关系弄好一点 对 可能说不定还能够 在舆论上面扳回来一些 他现在基本上 我想美国现在在乎的 其他都已经小事了 就说拜托啊 你们这个旧金山峰会 给我们老大一个面子好不好 给我们拜登总统一个面子啊 他这些做主 普丁已经搞成了 对不对 那你今天习近平再不来的话 对 那我们的老大就是假的啦 非常非常不好看啊 而且美国就是说 讲狠话讲的也很多啊 对 你今天你搞了这么多 贸易战科技战 你美国有变强吗 你经济有好转吗 中国经济有变差吗 对不对 正好都相反啊 美国还是继续经济往下走 中国大陆经济在回暖 对所以那你其他的部分 你今天搞了韩国搞了日本搞了一大堆演习 那也不就演习而已啊 你能怎样 你敢真的发一枪真枪实弹吗 对好啊 你现在找到新的小弟 你叫菲律宾 叫他去碰个词 连个命都不敢上 也不敢卖命 你能怎样呢 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你现在美国已经怎么讲了 也不是说精锐进出 招招用尽啊 你能用的招都用了 你达到什么目的 现在回过头来 你又惹到一身心 然后你现在又要求 习近平到你的 到你的旧金山去 你那个拜登 不是你那个布林肯 他的body language 他的这种肢体语言 都已经讲得很清楚啊 对 你看两个手布在前面 在那边好生伺候者 让王毅高谈阔论 是不是很清楚了 对来所以呢 所以是不是为了要办好 这个APEC 现在美国一定要表现的好一点 让中国大陆要感觉满意才行 可是呢 我们看到了 这个是前美国驻香港 和澳门领事唐伟康 他却说 美国政府不会邀请李家超去出席 但希望港方有其他人参加 真的是这样吗 还有 那么说到中美关系 财政部长叶伦则说 经过两年危险时期之后 双方关系现在变得更为正面 赖老师怎么看 如果拜登最后还是没有邀请这个 李家超来出席的话 我觉得如果在会议中 习近平讲了一顿话 这个拜登就很难看了 例如说习近平可以讲得很简单 就是主办国有义务 有责任要邀请所有的与会国都来 或是与会的成员来 那没有邀请就是一个独职 就是一个不称职的一个表现 对 但我这个话也更重了 那可能不会那么重 但是一旦讲到这里的时候 那就很难看了 我想拜登要有点智慧 如果说自己让到时候丢脸丢在国际上 这个对美国并不好 以后任何一个国家 都可以不邀请任何一个国家来 那这个以后国际组织 或是区域组织还算什么组织 那主席国的权力什么时候有这么大 没有那么大 主席国基本上的权力第一个 你可以安排议程的优先税序 但是一般来讲还是要跟会员讨论 第二个你可以邀请主席国 叶伦的一个评价也过度乐观了 中美的关系有往好的方向走 但是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 每一步都有可能又被拉回去 所以我们现在对于中美的关系 要回到过去 连大陆我看驻美的大使讲得已经很清楚 他讲的话一定是中央授权他讲的 也就是完全不寄望于回到过去了 只说求平稳 求稳而已 今天王毅就刚刚那个画面 王毅也有讲到稳 对 两个大国现在的关系只求稳 那你觉得叶伦这样的讲话 是不是过度乐观了 好 不过我不知道网友们你们觉得 李家超是不是还是会应邀前往APEC峰会呢 认为会的请加1 你认为不会的请加2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意见好不好 认为会的请加1 亮哥我不知道你觉得如何呢 要不要也来加1给我们看 还是要加2亮哥 李家超啊 李家超如果不能去 那拜习会你就不要有任何期待了 就这样 我认为事实上 美国不是在期待拜习会了 是 反而比较期待这个 哪个 就是尾巴嘛 以色列是小祖宗嘛 是是是 我觉得自从尾巴战争开打之后 拜登已经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这里了 那拜习会他根本没有把握能谈出什么嘛 是 所以大概就是纽森那种民间的议题啦 什么气候合作啦 反毒啦 其他都很难有结论啦 是 不要寄望太多啦 不要寄望太多 所以如果李家超真的不能去 那大概就没有结果了 是啊 所以我们真的 而且时间会比较短 所以是不是加1 不因为我跟你讲 高峰会 高峰会还有很多细节要观察 比如说习近平是跟 几个人跟你一起对谈 然后总共谈多久 是 对不对 我觉得他当然会从 你连李家超这个都不能这样 那我还跟你有什么好讲的 对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可是我觉得那个都太远了 对对 11月18还是太远了 好 还是先看这个 他小祖宗处理到哪里 哈哈哈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本片也听见 帮助音韩 参考 帮助音韩 唯一 帮助大 成功 我不充分 例如 工作 世界 成功 和